正式評論一下,Batman Arkham Asylum 這個Arkham系列是九樣九樣大名 Arkham系列一直被人說是Batman 或超級英雄改編遊戲中封頂的位置 當然Marvel那邊有Spider自從有Spider-Man類似的遊戲之後 就覺得有得一戰 但講到超級英雄遊戲的一個集中以獲取獎作指標 Batman Arkham系列的確是一個經典系列 這次就先爆了第一集 故事就好像之前阿藍哥所說 感覺很動畫單元感覺 感覺很像是Batman的動畫 到最後幾集的時候 總是奸葛大集會 一起集體逃脫 然後Batman一次過做好幾個 其實整個Arkham Asylum的故事就圍繞著這件事 所以不算很特別 但他的體驗有些位置是做得不錯的 以Arkham系列的第一隻來說 他有很多東西定的基調是定得不錯的 例如Batman很多道具 你一定要用勻所有道具才可以解開所有謎團 你要去... 然後你是要... 你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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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又... 你又有一身... 一身的... 你要... 其實不只是解... 解那些迷宮 你是連解... 你連對付敵人的時候 你都要好好地應用你手上的道具 你才可以... 完成所... 去對付到那些敵人的 那... 那... 一路... 其實玩呢 反而我自己最喜歡呢 反而是打桌 以及去解地圖的時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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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究竟那條路在哪裏? 找不到原來呢 在那些很鬼鼠的位置 有個暗格 你要撩開一個暗格 你要撩開一個坑渠蓋 你爬進去 你就可以去到另一個新的區域 是好那鬼鼠 好麻煩 那... 那... 但是呢 起碼中間找路啊 解... 解... 解謎啊 還有打桌 的時候呢 的成功感是頗好的 我覺得是頗可以的 那... 但是呢 有件事必須要屌的呢 這個Arcumis Island 有件事真的好刻人憎的 就是他每次Boss Fight 其實都是頗刻人憎的 那麼... 那Harley Queen 就... 那個不算是Boss Fight 其實他只不過是... 但如果是BOSS自己落場打的時候,通常都會很傻 會直接跟你平時打的遊戲模式完全不同 例如你打Scarecloud的時候,他變成橫向動作遊戲 整個視點,整個操縱方法完全不同 但因為你一直是習慣玩的那種玩法,突然視點轉成這樣,是完全無法適應的 然後最糟糕的是,如果你是普通好像Mario,容易叫我走來走去跳跳就算 我還是要繼續應用我手上的道具來解決關卡 例如,鬼知道我要用繩索拉箱給我擋嗎? 鬼知道出敵人的時候,我還是要用蝙蝠錶去解破他們的房子嗎? 所以打稻草人,我是覺得最討厭的,鑽視點那些很討厭 然後大家看到我打得最猛的當然是打Scarecloud,就是這個鱷魚 我本身以為他只不過是一般捉迷藏的那些,你不要走得太快 不要被他察覺到你,然後你就要小心 他一出現那一下,你就打發他走,你就要趕快處理所有事情 但問題是,因為那時候我玩得很猛,主要是我鍵盤出了問題 但有一個位置是很討厭,他去到最後追著你的時候 他又轉了視點,他這次就轉了第三身視點 即是變成類似Biohasa的鏡頭 變成鏡頭不再撐在Batman的背部 而是一個神視點拍著Batman,然後要你控制他走 混蛋,你突然間是最危急最危急的那段時間 那種Ridraw Turn 整隻子都被推開後,它全都轉視點 會じゃあ怎麼控制一次會怎麼掌握一次呢,因為obs要就立即被Scarecard咬死了 所以這些轉視點或忽然間轉玩法的設計我覺得是很fail的,是很討厭的 然後去到打Joker的時候,我覺得打Joker還可以接受 因為還是打出的橋段 而且他好像一個總溫習一樣,要你面對所有不同類型的敵人 因為他包括普通的流氓,拿棍,銅狗,直接叫銅狗,拿二刀流那一隻 然後還有握電棍,握槍那些,一堆一次過出來 是要你很集中去看你面對哪一族敵人,你要立即轉Mode 因為你轉換不切對應方法去打不同的敵人,你是會中招的 譬如銅狗,你一定要用一些東西去弄均勻 不然你任何攻擊打他,他都會防到 然後握電棍那些最糟糕,電棍更麻煩就是你不只是普通弄均勻 因為你就算弄均勻,你正面打他,你都會撞到那支電棍,你都會自己扣血 所以你是要用力氣弄均勻,然後一踏到他後面,用偷閘的方式去打贏他 那個是很複雜的,本身理論上就沒什麼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去到最後一關的時候,是整堆不同款的敵人混合一堆去跟你打 我比QR Cork好先,雖然都很煩,但我覺得起碼他 他是用他原先一直在用的遊戲系統來做這個關卡 所以我覺得反而最後一關我可以接受 那麼... 我先看看你們說什麼 BOSS戰就是Arcum City的冷凍人 和Origen的Depthstroke Depthstroke比較深印象 也對的 Toe說 心哥如果你還在玩蝙蝠俠盒,只剩下的三個 那你三個江與三個心臟都未必能調益 那可能...我不知道會不會要拉返,我可能自己自私玩算了 我不知道,到時再決定 那麼... 鑽視點是PK到火 是啊,都也可以啦 神經病 如果講深印象的話 應該是打Professor PYG 某程度上都很深印象 不過你們主要都在講後面 現在都先講回阿沙林 整體來說Likes的賽車我都沒辦法100% 以第一集來說 因為我第二、第三集有看人玩過 我自己未下手玩 但以我看完遊戲之後的感覺就是 似乎阿沙林都定好了很多很基本的玩法 例如你的Batman可以飛來飛去 你是要飛閃走壁 捐洞捐納來解釋很多的謎團 你是要想好策略來面對不同的敵人 以及你身上所有的道具都要用盡 來幫助你去面對所有的情況 我覺得阿卡馬沙林是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但是呢 它整個遊戲體驗我覺得真心真是一般的 特別是鑽視點那些真是很混蛋 我真的覺得設計得很差 所以... 然後... 另外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像藍哥 真的很有動畫的感覺 真的很像是Batman動畫的大結局 那時候不是很少有這種打法 只是很多遊戲都抄襲這種打法 所以它是定了一個很好的基調給往後的阿琴系列 也都令到好像... 好像是開創了一種新類型的玩法 但是... 其實這種玩法又未算是它完全的原創 但是它定... 它玩... 它好像變了一種類型 就好像變成一種類型 那似乎就是Batman開始 而阿卡馬沙林就是第一集 可以說是定了一個... 很好的基礎 那它只要是... 所以去到阿卡馬沙林的時候 它就拔走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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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 Fight是很破壞遊戲體驗的 所以整體來說,我想我給這遊戲都是六分至七分 即是十分為滿分的話,我會給六至七分 我對Batman是很有愛的,但有愛的Boss Fight和鑽視點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到八分,六至七分都頂了 而且是陸仲人情卡才會給六至七分 但是不得不承認就是一個好的嘗試和理程碑 也因為有Arkham Asylum才能助到Arkham City 所以它是一隻不理想的遊戲,但它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還有Batman Games這隻對現代來說都算不錯 我覺得OK的,其實它已經很久了 而我現在才玩回來說畫面和系統 除了Boss Fight之外都不算很失禮 所以我覺得OK的 故事就真的是Arkham City和Tell Tales最好 Tell Tales那個故事是出色的 而Arkham City我看的Gameplay都是故事說得好 那... 所以大概是這樣,對於Arkham Asylum的評論 我就... 不算太喜歡,但也... 呃... 不算太反感,是OK的觀感 但Boss Fight之類真的令我很反感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那些收集元素呢 因為小弟就沒有... 不是那些強烈收集癖的人 我真的不會再去找齊他了 那... 如果要找... 我... 因為真的那些... 他那些收到...收到很近啊 收到很洞洞洞洞的那些位置 我真的不會想特意去找的了 那... 我享受完這遊戲我就算了 有機會才再... 即是自己會自私玩的時候開回來玩 那但是... 對,大概是這樣啦 那... 那些都加重故事背景 對,那個背景... City 和 Telltale 就是有充足的故事背景 那這個 Arkham Asylum 其實真的純粹是一個... 呃... 就是一個Batman衝進去瘋人穴 Asylum 裡面打拆了一些反的故事 那就... 不是... 不算是太過... 有... 很重的故事性 那就... 不收集了都不太緊 會... 你講的收集元素那些東西 收集元素可以加重故事背景 但不收集都不太緊 對啦 呃... 起碼他沒有好... 好侄外了 即是會不會是你收不齊你就會不知道故事說什麼 起碼他沒有 那... 所以我覺得就OK啦 對於整體來說 我對這遊戲的感覺就是差不多 好啦... 都... 差不多這個位置完啦 好嗎? 那... 我... 可能... 我自己切回遊戲屏這個部分 就... 到時... 等其他聽眾都... 看一下啦 那... 不過... 我... 不如再說一下吧 我把這個角色造型 我覺得暫... 這個暫時... Arcum Asylum呢 我覺得這角色造型是OK的 就是... 除了Harley Queen 我覺得是有些奇怪怪的身材 又... 這些身材是極度... 不合比例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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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樣子又不漂亮之外呢 譬如Person Ivy 是... 是幾漂亮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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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e Cloud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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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 grounded 真的... 劎好小 enough 所以... 好像... 都是一個很動畫的造型設計 嘟 那... 於是主角的配音也400分 這... 沒有影響至闊 那就... 孫洏門又繼續好正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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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電腦的聲音永遠都沒辦法超越 是神級的配音 所以整體的配套是OK的 去到今時今日,2020年才玩都不失禮 雖然Boss Fight和視點這個問題真的很硬硬 但不會太生氣,但不會玩到非常不開心 至少你不會打到關掉遊戲或不玩 但好像剛才這樣說,歷史上是定了一個很好的基調 但它不是一種十分理想的遊戲 就是這樣